其實學校有安排一些就是蠻受用的課程給我們 然後其實受益也良多 一年級進來的時候其實英語不怎麼好 可是到我們年級之後 就是不管英語的聽說讀寫各個方面其實都有進步到 其實五專生活對我來說還蠻充實的 不只是學到很多 然後也學到了一些就是團體精神啊 像是我們的畢業公演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平常就是不太會接觸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老師也是會就是給我們有接觸的機會 報考多一的時候 其實準備的東西其實也蠻多的 就是要每個禮拜一做那個提醒 差不多每個禮拜嘛 然後差不多做了15次 然後還有單字啊也是背了也是要每天背 然後還有聽力的話可能就是 看看電影啊或者是聽廣播之類的去去進步 然後其實老師也是盡心盡力的幫我們 就是準備一些考題啊 然後還有一些考試的資訊 然後其實讓我們也比較不會那麼害怕就是 就是逼近的大考時間 一年級進來的時候吧 就是那時候 老師有時候可能會用全音上課 然後可能一開始真的就是會完全聽不懂 可是後來慢慢的就是 聽不懂之後 老師就是會鼓勵我們 然後就是 常常叫我們不要太挫折 因為這樣子就是聽久了會有習慣那種 那種語調啊 還有一些習慣一些全音上課這樣子 全音上課的話 聽久了就是 當然就是久了久了就是會進步 然後就是像是你看一些 電影啊或者一些影集 你會發現就是 欸這邊我聽得懂之類的